又一大牌外援告别中超 报欧贯境率预迁金文灾 国安开价1500万欧元 北京时间6月14日 来自葡萄牙知名媒体《囚报》的消息 效力于中超北京国安的韩国外援中卫金文灾 已经引起了葡超霸主波尔图的浓厚兴趣 因为国安俱乐部虽然对于金文灾的离开池开放态度 但却给其标上了1500万欧元的天价 不过《囚报》表示 尽管被国安狮子大开口 但是波尔图并没有放弃引进金文灾 本赛季的普超联赛 波尔图以63分高出本飞卡2分的优势 暂时领跑积分吧 他们非常有希望重新夺回联赛冠军 并且进入下赛季欧冠正赛 作为目前韩国男足国家队的主力中后卫 去年1月 国安花费了520万欧元的转会费 签下了金文灾 由于中国的入境政策限制 金文灾目前依然滞留在韩国 无法回到国安俱乐部备战新赛季的中超 他也极有可能错过新赛季中超初期的比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